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调环王陈一斌是带着自己的新书来到了长沙牵手 在陈一斌24年的体操生涯当中 一共获得过29次的冠军 那其中包括两次的世锦赛调环冠军 和一次奥运会的调环冠军 如今出为人妇的他 为孩子们写了一套体育成长全书 这套书是专门为8到14岁的青少年撰写的体育故事 那为了帮助读者发掘书中的干货和亮点 陈一斌还以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视角 在书中为孩子们提出了有效的运动建议 但陈一斌同样也表示 儿童教育需要体育精神 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 更需要勇敢自信的阳刚教育 娱乐极先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一斌 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见到你们 我觉得本人好看一点 本人好看一点是吧 对对对 换个照片 是的 奥运冠军来了 今天下午 陈一斌做客长沙 为星成的朋友们带来了他的新书 活动现场 陈一斌不仅分享了近两年来 在家带娃的趣事 还站在专业运动员的角度 为孩子的体育教育 提出了有效的运动建议 首先家长的心态 就不一样的说 我要孩子练体操就要成为谁谁 我要孩子踢足球 也要成为谁谁 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个乐趣的 包括它会 姿态上会更美 得腿也会更修长 这就是体育代表它更多的 包括它跑步中 它有可能会跌倒 但它能够爬起来 继续跑完 这就是它对于这种 困难的一种挑战 首次出书 陈一斌将各种运动知识 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 整合成了四本 主题为 团结 友谊 宽容 竞争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 尤其是关于竞争的主题故事 尤为重要 现在独生子女众多 他们普遍心理抗压能力较弱 父母或老师的一句话 就可以让他们流泪 或做出难以挽回的事情 而运动教育 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 成功和挫折 都是一种常态 体育生从来没有 没有听说过的时候 跳楼自杀的 其实这个体育代给的 就是说 对于孩子的这种性格 和这种 他的塑造来讲 其实你说我们 挫败感很强 就是非常强 因为我们每天训练 都是这种强激烈的 这种对抗 或者是对在这种环境下 但是我们更多的 从小就能够很 能够正确理解 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知道 摔倒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 但是我要做的 就是爬起来 如今可谓是提倡 全民运动的时代 各校园要求保证 一小时的体育时间 特色足球走进校园 全民马拉松 东勇等项目 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 而现在已经是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的 陈一斌表示 全民运动 不仅仅是提高 全民的身体素质 更是让大家学会 书本中体会不到的 信任与合作 正是作为专业运动员 陈一斌才会有更多 真实的心理体验和大家分享 据悉他还将去到上海 内蒙古南京等地 给各地的孩子和家长们 上一堂勇敢课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找茬经常会被人 想成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事情 找茬这件事情 既然能触发一名中学生的 发明灵感 那看到什么东西 都喜欢琢磨一下 于是在两年间 长沙17岁的高二女 升温馨 竟然有八项发明创造 那其中三项 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 其余的五项 也正在申请当中 不仅如此 他还是班级的一名女学霸 学科成绩的是名列前茅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这个鬼点子 一箩筐的小发明家 是如何做到的 从小到大 我们总听父母说 别人家的孩子 如何是学霸 考是又考了多少分 今天先锋记者 也来拉拉仇恨 让大家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 别人家的孩子 我现在已经申请了 八项专利 八项专利 其中有三项得到授权 温馨17岁 周南中学高二学生 特长 两年时间搞定八项发明 没想到这个子小小 腼腆斯文的小姑娘 竟是个如此高产的 小小发明家 刚进门时 她就在摆弄一台 四四方方的装置 这个构建的名字叫 大型水泥构建表面 缺陷检测与标示装置设计 什么 你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工程 这名字太长了 叫什么 大型水泥构建表面 缺陷检测与标示装置设计 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这个东西就是 这里有一个激光探测仪 检测到水平面的距离 然后如果有凹起 凸起或者是凹陷 它就会自动 滴墨水来标记 就比如说 这样 这样做一个凸起的东西 就模拟它凸起的情况 然后它自动走 走到这里的时候 它检测到有不平整 然后它就会自动 滴墨水 温馨告诉我们 他曾在电视上 看见桥梁 因质量问题 发生事故的新闻 他认为虽然温度湿度等因素 都会影响建筑质量 但路面不平才是关键 因此 他利用课余时间 花了整整五个月 完成了我们面前的这个装置 只能用课余的时间 就写完作业不去玩 其实在采访过程当中 温馨的这项发明 调试了整整两个小时 由于是临时组装 所以很多程序环节都需要调试 没解决一个问题 就会有另一个新的问题出现 如此反反复复 然而温馨并没有不耐烦 反而更加专注细心地对比 电脑上的各个参数 一个一个调试 昨天就是搞那个 科技专业工作室 发言的时候 发了言出了以后 当时就在会讲上面 就跟我说 他是老师 他说我一点也不紧张了 那我说我一点也不紧张了 他说我搞的那个事 专业大赛以后 那些专业屏幕没有问了我以后 我就感觉 就是一点也不紧张了 所以他我就觉得 专业大赛对我们学生 真的是很有用 他的精力 他的热力 这别人都得天不了的 如今从提出想法 到买材料 组装 测试 甚至简单的编程 温馨基本都能够自己搞定 前段时间 学校还为他专门成立了 个人工作室 以表示鼓励 而秦老师感叹 有八项发明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一段丰富的经历 让温馨更加开朗 现在温馨正集中精力复习 为明年的高考冲刺 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 机械方向的工程师 我们也希望他来年的高考 能够取得好成绩 新闻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刚刚看到温馨小姑娘的发明 第一个发明就彻底把我镇住了 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 那个名字太长了 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记住 但是我记住了 这个小姑娘真的非常厉害 也期待未来她有更多的发明 同时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其实说到梦想 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人生你可以用来追逐梦想的时间 到底有多长呢 那从起点再回到起点 陈楚生是用了十年的时间 那这一次见面的方式 不再是一个华丽的场馆舞台 也不是个人牵手 而是首次以Lifehouse的形式 陈楚生带着他的新专辑和新乐队 回到了长沙 开启了他的巡演首站 昨晚陈楚生带着自己的乐队 SPYC来到长沙 开启2017新专辑全国巡演的第一站 这是他自2007年快乐男生出道后 首次选择以Lifehouse的形式巡演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 36岁的陈楚生从快乐男生冠军起步 这十年里有太多的变化臣服 他却依然不忘初心穿著音乐 这次陈楚生带着自己的新乐队 回到娘家 这些音乐作品当中 电子合成器风格的突变 乐器与人生的融合 这在内地是少有乐队感尝试的 这些新作品也宣告着陈楚生 将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 开启新的音乐旅途 第一站就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长沙 花前月下 不爱 被你抚过的海 就别再浪费 时间来 一起唱 在我用心的装 去睡吧 去飘荡 在我用心的装 一个半小时下来 陈楚生唱了二十五首新歌 比起其他的歌手开唱 曲目量算多的 谭吉为什么选择二十五首歌曲 他这么说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太会聊天 要一个半小时 我说 平时一个半小时 可能有些人吃这首歌 就可以搞定 结果我们差不多要二十首 一直以来 陈楚生就是实称的大男孩 这样的朴实无华 其实与他的经历有关 他是酒吧歌手出身 除了喜欢音乐 还有生活压力 2003年 22岁的陈楚生 就来到长沙 参加过全国pop歌手大赛 并且获得了冠军 2006年 组建过一支乐队 也因为经济时机等原因解散 参加快乐男生 是带着试一试 拼一把的兴趣的 这一路 他坚持自己的原创 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 成为截然不同的歌手 更何况 他还有故事 现在陈楚生成家立业 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的时程却一如既往 也许正因为他的沉温朴实 收获了一群老铁的真粉 看看这几位全程 站着听演唱的阿姨 专注您式的眼神 仿佛透露着对儿子的疼爱 她是粉丝 她是陈楚生的粉丝 我也喜欢她 她的男生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十年的粉丝 是啊是啊是啊 现在就成熟多了 哪些方面有变化呢 你看她说话呀 什么呀 比刚刚那个 2007年的时候 那次那要好多了 我只确定陈楚生 是我妈肯定会来看的 别人都不确定 所以我买票的时候 我没跟她讲 我家里还有一个 一岁多的小孩 我都带她来了 可以给你妈一个紧细 对对对 她在做她自己 很开心 并不一定是我喜欢她的歌了 但是她在做自己很开心 喜欢就是喜欢 梦想是很多人参加选秀的动力 但是坚持 一定是成为冠军的原因之一 陈楚生一直坚持创作音乐 一直坚持用真实的情感表现作品 她的成功来自于城市的态度 从歌手到乐队 我们期待陈楚生在音乐道路上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那高考马上就来了 每到了这个时候 很多过来人都会用各种方式 去怀念这段青春岁月 那这两天 很多人的朋友圈 都会被一张一张自己特制的 高考准考证给刷屏了 小琴今天也专门制作了一张 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好玩的方式呢 对高考的一种怀念 更是对高考时期拼搏的自己一种怀念 那也是作为这个哥哥姐姐 这种过来人 对于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的一份鼓励 希望即将高考的学子们 能放松自己的心情 同时考出水平 最终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娱乐快讯 六月最关心的大事高考 娱乐金风为深深学子鼓劲 还有三天 深深学子就要走上高考的考场了 河北横手二中举行了高考考前 冲刺试试大会 让高三的考生通过试试 释放备考的压力 相互鼓励增强自信 和所有应战高考的同学一样 TFBOYS王俊凯也在为高考全力备战 他亲密的两位小伙伴透露 王俊凯的状态是好到可以用亢奋来形容 因此他们的鼓励也是相当的别致 加油 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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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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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今年二月 王俊凯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议考 以全国第19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万事俱备指前东风 小凯高考要加油了 也祝所有的高考学子 放松心情考出好成绩 杨幂电影上映场宣传 不惜动用历史资料 进入六月 是不是觉得娱乐新闻推送杨幂的消息特别多呢 跟杨幂学穿黑色瞬间欣慰十足 杨幂要演青春戏 杨幂刘凯威现身为小糯米庆生 这终极原因还不就是杨幂的电影宣传期 即将于六月三十日上映的历史营秀 是杨幂大有突破的演技型电影 不重点推荐 观众怎么会知道呢 新闻记者内行看门道 宣传期间发行方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将各种有趣有噱头的内容提供给了媒体 比如说刚刚出炉的小杨幂讲故事 这么私密又年代久远的历史资料 不是主人提供媒体记者如何能够搜罗得到呢 有趣的是杨幂同学还配合的给出了回应 又一次成功的宣传互动 大家伙买不买账呢 好外好外 迪士尼又要卖公主IP了 据外媒报道 英国少女组和Little Mix成员Jed 将以茉莉公主的身份 参演迪士尼真人大电影阿拉丁 这也将是真人版迪士尼公主 第六次扳上大荧幕 迪士尼影业发展至今 已经成功塑造了包括白雪公主 长发公主 睡美人等在内的13位公主 改编成真人版电影的几乎过半了 为何乐此不疲 究其原因无非三个字 有钱挣 2010年 一部爱丽丝梦游仙境 以1.5亿的投资 在全球范围狠赚了10亿美元 今年初 爱马沃森参演的美女与野兽 更是以12.2亿的全球票房 位列银屎第10位 旧有钱证 又能通杀3到60岁女性的公主星 小编只能说 抓住了受众的心 不想挣钱都难 闲锋编辑整理报道 由邓超 刘诗诗 软金天 以及林嘉欣等主演的电影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昨天下午召开了定档发布会 宣布影片将于 这个9月30号和大家见面 该片将与邓小刚导演的 芳华 成龙与皮尔斯布鲁斯南 合作的英伦对决 以及大鹏导演的第二部作品 从任机乐队 还有开心麻花的第三部电影 修修的铁拳 扎堆国庆党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 也是以神探破案为元素 将全场布置为审讯式 并且启用了目前国内外行政界 最定级最精确的 同款专业测谎仪 所以说在现场的时候 众主创也是玩的好不热闹 我们马上去哪儿看一下 昨天 华语犯罪动作巨制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在北京举行了 别对我说谎 审讯大会定档发布会 影片正式定档 9月30号 作为安乐电影 2017年度 投资规模最大 这座水准最高的一部电影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剑指重篇云集的11档 成为了该档期 最具IP度 最具大片气质的影片 这场堪比审讯现场的发布会 主创邓超 阮晶天 刘诗诗 首次全阵容亮相 众主创坐进审信以 百无经济轮番挑战 引爆全场高潮 而刘诗诗作为片中的男警官 原本只是审讯顾问 并不接受审讯 但看到主传们玩嗨 也经不住体验了一把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是雷米小说心理罪的最新一部 被读者暂示 整个系列里利益最好的 心理犯罪的受闹程度再次升级 本次发布会 同时曝光了首张 全人物定档海报 海报上 邓超 阮晶天 刘诗诗 郭军飞 林嘉欣五位主创 眉宇间透露着种种复杂情绪 有网友说 这是一张 演员演技再现的海报 不知道这次几位演员的合作 会有怎样亮眼的表现 期待电影上映 西风编辑整理报道 现在身边很多朋友 都追求一个好看的牙齿 所以很多人去做了整牙 但是呢 牙光整齐还不满足 因为身边有一些朋友 在看到影视作品当中 那些演员 牙口怎么这么白呢 于是他们也开始在这个牙齿的颜色上花了心思 可是在这里小乔劝你一句 在这方面千万不要盲从 我们一定要去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最近热播剧欢乐松二林 刘涛扮演的安迪 大风盖面惹人喜爱 尤其是笑起来的那一口大白牙 更是让人惊叹 怎么那么整齐 那么白 这也太不科学了 翻看一下刘涛以前的采访 画面就更加诡异 牙齿的反光都要盖过脸了 记得刘涛曾经说过 牙齿会影响人的运势 所以他每年都会去做几次牙齿美白 于是就有了这样 这样和这样的刘涛 正好印证了一种说法 貌美牙为先 齿白 气氛翘 穿红齿白的刘涛 确实美呆了 是说刘涛为了有一口漂亮整齐的大白牙 造了不少罪 他曾在微博上抱怨 由于选择了错误的牙齿美白方式 让他受尽了牙疼的折磨 甚至还做了好几次 全口重建 没错人人都向往到女神 而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也是变成女神的首要条件 但是牙齿变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家不能一味地追求快速便捷 更不能像刘涛那样矫枉过正 伤到牙齿等不尝试 再次小编温馨提示 选择正规的牙齿治疗机构护牙 拥有健康牙齿的人群 也不要盲目地跟风美白 天然的才是最好的 那在这里呢小琪也要根据自己的经历提醒一下各位 其实如果你要真注意牙齿颜色的话 在生活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碳酸饮料呀 包括茶和烟尽量都少碰 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已牙齿的颜色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口健康的好牙才是最重要的 美观一定是排在第二位的 好了看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马上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千万不要走开 说必说必 熬的说必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这时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极先锋 娱乐消息八面通 那今天在节目中也提到了高考 这也是距离高考前开始的最后一个周末了 所以在这里要劝各位高三的学子们 灵智摩枪加紧复习固然重要 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 保持身体时刻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才能够有足够的精神去应对考试 那为了让大家放松精神 我们明天的周末演唱会 也是特意准备了李宗盛 2015台北小区段的演唱会精彩片段 来送给各位 所以明天同一时间 小琪还在这里等着各位 我们不见不散啦 拜拜 我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 一天留我一天连六十岁马上就要来 往后的日子不必对谁交代 我寂寞难耐 寂寞难耐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 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 时光不再 时光不再 只有自己为自己被爱 只有自己为自己被爱 虽然我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对于未来的爱 对于未来的爱 我还是非常期待 下一次 下一次 我的心情不高低不好不坏